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录一期长视频,继续是网友投稿系列。 这位学妹是我在一次线下的活动当中遇到的。 她找到我,说在工作中有复杂的排序问题,解决不了。 她之后把表格发给我,我们断断续续地工作了两三天, 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几个方案, 包括函数公式,包括数据透视表。 所以我打算做三期视频。 这期视频来介绍函数公式的方法,来实现多因素复杂排序。 我们来看一下问题。 这里是原始数据。 首先呢,有几个销售小组,ABCDE等等等等。 然后每一个小组有几个销售员, 比如说Salesperson,E Salesperson,38 Salesperson5, 这都是他们的代号。 然后每一个销售员对应一个销售额, 100,500,300,1000,等等。 那么我们最终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最终想实现一个排序。 首先按小组总销售额对小组降序排列。 然后每个小组内按销售额对销售员降序排列。 那我们看这个期待的数据。 C组是在四个小组里头, 总销售额最高的小组, 也就是1000加300,1300, 在四个小组里是最高的。 所以它排在了最前面。 然后在C组里比较这两个销售员, 1000的SP33排在了300的SP50前面。 B组是四个小组里总销售额排第二的一个组。 所以它排在了这个位置。 然后在里面的三个销售员中比较他们的销售额, 600的SP2排在最上面, 300的SP5排在当中, 200的SP4排在最后。 这就是我们期待的数据。 那么怎么实现呢? 在最新版的Excel中, 推出了一个softby函数。 它可以实现多因素排序。 也就是说, 先取第一个因素, 对第一个因素进行排序。 如果出现第一个因素相同的情况, 那么就看第二个因素, 对第二个因素进行排序。 如果有第二个因素相同的情况, 就看第三个因素, 等等。 好, 为了最终使用softby函数, 我们需要准备一系列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准备数据的这几步。 首先, 我们对小组去重复, 也就是提取出小组DABC。 然后我们按小组总销售额, 对小组降序排序。 那么就是找到每个小组的总销售额, 然后进行排序。 结果就是, C组1300排在第一位, B组1100排在第二位, A组800排在第三位, 等等。 然后为每一行数据的小组标注序号。 怎么来解读这个辅助列呢? 首先我们看第一行的D小组, 它在这个小组排序当中排到第四位, 所以这里写4。 A小组在这个小组总销售额排序当中排在第三位, 所以这里写3。 B小组在小组总销售额排在第二位, 所以这里写2。 这些数据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Sought By函数了。 接下来我们再具体看, 这里的每一步都是如何用公式具体实现的。 首先, 小组去重复, 我们用到了公式Unique, 很常规的一个函数。 然后, 在按小组总销售额对小组降序排列中, 我们用到了Sought By函数和Sum If函数。 注意这里用到的参数E7-2。 它的意思是, 从E7开始向下的所有数, 在这里也就是E7一直到E10。 这里为每一行数据的小组标注序号, 我们用到了XMatch函数, 同时也用到了G7减号, 也就是从G7到G10。 最后我们用到了Sought By函数, 我们来解读一下。 就是首先我们看J7到J16这个数, 找到它们最高的值, 也就是两个1。 它对应的是, C主的两个销售员。 那我们再看销售额, 对比这两个销售员的销售额, 那么就是CSP331000排在最上面, 所以就把CSP331000写到最上面。 然后再把CSP50300写到第二行。 然后再回到J7到J16, 看排在第二位的, 那就是三个2。 它对应的是B主的三个销售员。 然后对比B主三个销售员的销售额, 那么就把销售额最高的600, B SP2排在接下来的位置, B SP2600, 然后把B SP5300排在第二位, B SP4200排在接下来的位置, 就是这样。 好,可以说这个构造其实是一个比较稍老的过程, 那么其实经过练习是可以加快这个过程的。 如何练习呢? 首先,要熟悉函数。 比较常规的有, Sum if, unique, sought, sought by, xlookup, xmatch, sequence, rows。 然后呢, 要了解常见的套路。 比如说这里头, 我们为每一行数据的小组标注序号, 这就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套路。 然后, 如果愿意, 可以省去一定中间辅助数据合并公式。 这里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公式直接作用于原始数据, 然后很长, 却实现了最后的目标数据。 那么这个合并公式版, 它的优点呢, 是好使的时候呢, 很酷, 直接作用于原始数据, 不需要中间数据, 缺点呢就是, 确实很长, 也很难懂。 相比来说, 借助单元格的方案呢, 它的优点是好编辑, 一步一步的好懂, 缺点呢是比较占空间, 比如说这里, 一致以接而列, 我们需要这些辅助的单元格。 表格上呢, 会有不好执意的数据, 就比如说这些数据, 你如果想翻译它什么意思, 还是比较费事的。 那整个这个构造, 公式, 一步一步的过程呢, 我们要从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呢是要考虑, 从原始数据想, 能够构造出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以找到小组, 对小组总销售进行排序等等。 另一方面我们想, 想得到目标数据需要什么, 比如说在这里, 想得到目标数据, 需要一个sort by函数, 那我们就需要准备sort by函数的参数, 准备这些数据。 这个是不是像以前我们做数学题呢? 所以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如果大家想要收到这个表格, 可以私信我, 或者是留言, 给我邮箱, 我会发个表格。 也请大家有什么问题, 加我微信, TIE2016-0403, 我们一起讨论, 一起提高, 一起把问题解决, 做视频。 请大家关注铁哥, 聊Excel, 聊编程, 聊IT。 请大家订阅,